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姐姐和那个男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类似的这种插肩的紧紧短短的小上衣 我现在腰好细手臂好细哦所以我也想拥有虽然没有小奶狗但我也可以拥有这种小上衣 遇到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不认识的都跟我说你好瘦哦你好瘦哦哇真的很显瘦这种插肩衣服真的是太显瘦了 在BM还买了另外一件它都是军马我那天都没有试衣服 我就直接拿回来了因为试衣服门口排队有三四十个人 然后另外还拿了一件卫衣因为带小孩穿卫衣真的是太方便了 就没有那种毛毛就小朋友抱的时候它不会难受你知道吗 然后这件卫衣我拿的时候它就只有XL的确超级无敌大 就穿起来很显年轻很温柔妈咪的感觉 但是这两件的话相对我比较推荐这一件 开春了 显瘦式网道穿这种直筒裤效果也蛮好的 这条是Rhythm的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穿的 它就不会说把你包的特别的细 然后也不是那种宽大的 它就是直筒的非常自然休闲 这一身我喜欢配这条腰带 每一次戴这根腰带大家都会问它的长度尺寸 我统一再回复一下 就是YSL的这个logo方扣腰带我买的这个是两厘米的 然后这个应该不算光面吧算立面的 我现在的腰围是70吧 你要掐一掐也能有个68什么的 腰带的长度它75指的并不是它整根腰带 它75的意思是从腰带的最开始的这个位置 到皮带的第三个洞这个位置 皮带不是一共有1 2 3 4 5 5个孔嘛 到中间这个孔这个位置是75厘米 就没有过短也没有过长到这边 75还算合适 这条裤子的御用搭配鞋就是这一双宽威 这双宽威就是它除了本身的这里有点增高以外 它还多了那么一小层就会更加的增高 我最近又能get这种高帮的球鞋了 我发现它有一点好 就是你不需要想搭配的袜子穿什么 下面这两件我太爱了 像我那天去大宁公园 我在这个BM外面随便搭了一件这个Polo的线衫 南款的奶油白 尺码是S号 然后到我现在身上是这个效果 绣长呢是有一点点长的 但是呢正好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宽宽大大 温温柔柔的 最近蛮流行这种温柔学姐风的 配这种珍珠 我把它稍微这样折一折放在里面 从买了这个Polo的厚薄包以后 真的很爱买Polo 它这个麻花榛枝配上这个奶油白 真的很像蛋糕上面的标花 而且它这个奶油白不是那种完全的本白色 是真的带一点奶油米色的 在阳光下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温柔 我很喜欢这一件 太好看了 然后呢我就又入了一件他们家的这个开衫 也是这个麻花的 感觉它是十年前流行的东西 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所以衣柜里面买一点这样的衣服 真的你每过十年就可以翻出来穿一穿 这一件我买的就是女款的了 女款的S 它是这样子的开衫嘛 这件Polo都是在这个My Teresa上面买的 真的既国内特别宽 而且还可以退换 我既想把它当做一个开衫穿 然后也想就是贴身直接这么穿这个开衫 就可以稍微显露出一些身材的线条 就和这件是不一样的感觉 下面这两个扣子 不要扣 然后贴身穿 完全贴身穿 这个APC的水桶包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这个价位的小众包款了 但是这个真的很戳我 我大脑里有很多搭配 就是你既可以走那种法式田园简约 然后也可以走那种温柔学姐的风格 我买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它还有别的尺寸 然后我拍照片里 大家都问我 我这个是什么号的 上面的这个宽是24 底是差不多17 18 水桶包太小就没有水桶包那个感觉了 它这个帆布不是完全那种本白色 是有点那种燕麦色的 这边这样有一个搭扣 然后底这边有暗刻这样的APC 而且像这种款式去海边也可以用 像这种包就是典型的第二第三眼美女 它不是那种单放在那里 你会觉得好好看 但是你背着背着 它是本身我觉得很有气质的一个包款 应该还有牛皮皮质款 但是我更推荐帆布 我觉得帆布才有那种很淡然 很休闲的感觉 我是1米63嘛 就它这个水桶包的大小尺寸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然后呢 是三条长短不一的半裙 春天就是要穿裙子露出腿来才心情好 一个是这个粉红色的 它其实是条裙裤 它里面是有这个淡粉色的内衬裤子在里面的 然后背后呢 是这样子的松紧带 就穿起来非常的少女 很有那种高中啦啦队的那个感觉 这条其实是我和哥利亚 哥利亚这个牌子 在YouTube合作的一个独立视频 但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要求我发别的平台 然后也没有要求我再跟他们介绍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是自来水 就是不给钱的那种 感觉我今年春夏一直会装嫩 会想要穿 然后还有两条 啊很想寄给那个严真啊 乌丽严真啊 很想寄给他的连衣裙 一条这个方领的贺本的连衣裙 然后还是羊毛的 我真的很喜欢 还有一条那个心中式的起跑领 哦真的很喜欢 很想寄给如瓶 露如瓶 没错就是他 然后再有一个那一套西装 那套淡绿色的西装 很想寄给高杞兰 对没错就是高杞兰 反正那一几条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如果YouTube的朋友没有看那个视频 真的一定要去看 然后国内的朋友因为他们也不要我发嘛 所以就大家就听一听了哈 然后接下来呢 比这条稍微长一点的 是这条深灰色的 我现在是N上这一条 这样子的 它会长一点到膝盖这个位子 如果你上面搭西装的话 我觉得很像那种高中女生的校服 然后平时休闲点搭配就可以搭我前面BM的这条大卫衣 这样子浅粉色配深灰色也挺好看的 闲逛的时候被种草看到了这条中长的白色的半裙 腰头这边是这样子松紧花包的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还是预售款呢 所以我还是等等等才等来的这条裙子 白裙子关键我觉得不能透 然后呢不能软它 它的没有形 这条它上升的效果还挺好的 它是有那种烹出来的效果 因为它这个布料还挺厚的 然后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内衬 就像一个衬裙一样的 所以它整个裙子可以撑起来 然后像这种白色的半裙 我觉得春夏也是可甜可咸 你既可以搭西装就比较帅的那个感觉 也可以搭这种卫衣啊 就比较软软甜甜很温柔的 然后就这种白色的非常好搭 我就买了一条 还是预售呢 哦它这里也有这个口袋的 今天是不是好看的东西有点多 是不是会受不了啊 钱包受不了是不是啊 Frankie Shop的条文衬衫 然后里面这个吊带是我随便买的 就在小红书刷的时候随便看到它是那种自带胸垫的 肩带特别细 然后也不显妇 超级好有点便宜 我都不知道牌子的 这个它面穿还挺薄的 现在这个季节穿感觉正好非常舒服 然后之前比较凉的时候 我把它叠搭在棉服和内搭之间 作为一个颜色的点缀 是个春天出去玩 像出去浇游啊 然后有花花草草有绿色的地方 然后拿它拍照非常的上涨 和吊带啊牛仔裤配在一起 我觉得感觉还挺洒的 然后我身上这条牛仔裤 就是它是那种饱和度比较高的那种很正的蓝色 是Archid的新款 哦非常的显瘦 非常的显腿直 然后它是那种超高腰的 修身效果很好 然后它完全没有勒肉 就是你看上去那个腿完全没有被那个牛仔裤 累得一冷一冷的 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材质比较厚一点的牛仔裤 小腿这边是稍微有一点收定去 你们看到没有 它很健康的身材好 包括它那个屁股 它屁股口袋也没有说刻意做小 它那个屁股你穿上去感觉是很饱满 然后感觉平时有在健身的那个屁股的效果 另外一个我就搭着这样的牛仔短款衬衣 就是比较田园的感觉 去有风的地方去大理可以穿 然后这一身呢我带了两个小包 一个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出游的手机包 这个也是我在刷的时候瞎买的 好像45块钱也不知道有没有到 而且我是看那个广告 我就点进去买了 就很像阿姨妈妈妈妈长辈们 他们在刷抖音的时候 然后就会买的那种感觉 谁知道我现在也会看广告买东西了 这个是好像是真皮的吧 45块钱的包 谁管它是不是真皮啊 结果质感还蛮好的 我记得他当时那个广告语 还说什么45块钱带一个小球 带一个小球啊买买买 我就觉得哇带小球 真的还蛮可爱的 再往来我觉得这一身 也可以搭这个真丝的小包 就是这种出去玩 就是要搭这种小包才可爱 不要太严肃 然后这个牌子叫 嗨 它的设计师是一个英国人 然后在上海读的大学 所以说这个嗨既有上海的意思 也有在英国大洋彼岸的海的那个意思 这个包关键就是背的时候 这个吊牌不要拆 关键就是要把这个嗨 录在外面 嗨 嗨 嗨 然后呢 它是真丝质地的 丝绸质地的 好好看呀 里面也是这样子的真丝面料 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棋盘格 棋盘格那个黑白的也很好看 然后它里面这个logo 里面也有秀这个嗨这个 而且它容量其实也还可以哦 放相机都没有问题 因为本身包是那种比较软的 被这种小包真的会给人带来好心情 再有这个小背心 我觉得也可以搭这条白裙子穿 这种白裙子真的是调色版本人 什么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拍那个八百万的家的时候 穿的这个小背心 你既可以把它叠搭 穿在T恤的外面 现在这种季节也可以单穿 我特意买了稍微大一点的尺码 就小背心穿的太局促就不好看了 就是要大 大的话这边就会有点点镂空 所以里面还是可以穿一个这样子 黑色的吊带打底 这样黑白的穿 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非常的清爽 再有呢是三双鞋子 我实在不想再裹住自己的那个脚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闷 所以呢 我最近入的全都是皮鞋 就是香纳尔风的这种平底鞋 然后它前面也是这样的粗真枝 配上黑色的漆皮 我觉得好看就好看在 它是方头的 穿起来就显得很可爱很乖巧 这双是Ur的 哇我买回来以后意外的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百搭 跟底也是那种一厘米一两厘米 刚刚好有一点点的不会过于隆重 阿扣这边是假的 你不需要开的 你穿起来就是直接这样子套 利用率比我想象中高非常多 方头的很可爱 然后也非常好走 下面这双鞋呢 也不能说买的失败吧 我相信我总有会用到它的一天的 是这双黑色的玛丽真鞋 牌子是这个 这个牌子 好像也是做玛丽真鞋的鼻祖了 然后我买的也是他们的一个经典型号 应该是叫Kina吧 大概是四厘米的根高 然后最近不是那种芭蕾鞋又红起来了吗 特别是像这种玛丽真鞋里面 或者芭蕾鞋里面穿袜子这样子穿 就是穿起来会有那种很法式的感觉 我好像蛮多这种小高跟的鞋 全都在德国的没有带回来 所以我发现我春夏全都是球鞋 我都没有好看的那种小高跟了 所以呢这一双也是这种小猫跟鞋 然后呢它比一般的猫跟鞋它前面这里 就会做的比较萨比较利落一点 是这种尖头的 然后黑白拼 我觉得它既可以搭那种很OL的风格 然后也可以配那种很宽大的牛仔裤 那种比较潇洒的风格 然后露出这种黑白的鞋头 也会挺好看的 最后呢休息一下吧 是几个胶下 是他们给我寄的 他们给我寄的新款里面 我觉得最最让我惊喜的是这个折叠墨镜 就感觉非常方便呀 而且小朋友拿我也不怕 就很安全 看到没 它就这样子 都是软软的 也不怕摔 我现在一戴上 我这个屏幕就暗掉了 它真的很遮光 真的非常的遮光 戴上去的样子 我不能说它有多么的好看 但是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戳我 这都不是广告 只不过就是品牌它寄给我 我觉得好看的东西就分享给大家 不收钱的 然后呢这个帽子 是他们家的新款 好轻哦 可以说是非常的遮阳了 粉色的这个贝壳帽 像头骨一样的设计 就这里是不骨头的 再有几个 我们一起来拆开看一下吧 然后我黑色的这种紧身裤已经蛮多了 所以这个我选的是这种深灰色 你看这个松紧很好 我裤脚管这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松紧设计 背后 它背后有这样子的 这边是可以透风的 户外防晒T恤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穿在里面 这也太舒服了吧 这个裤子 宛若无物 非常非常贴 你不会有一种自己被包裹住的一个感觉 而是它好像你的第二层皮肤 它本来就在那里一样 这个裤子真的是 然后是这种超高腰的 腰脂里收得很好 这个长度也还可以 你看我里面是黑色的这个打底 不透耶 好像不怎么透胸罩 穿在身上好凉爽哦 就感觉一阵凉风吹来 防晒服 胶下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非常舒服 我觉得也是国产之光了 它这里可以遮你的手背 女人的第二张脸 手也要防晒 我觉得春夏出去还挺上罩的 就是可以把脸也给防晒起来 有意思了哈 如果我在这样 你们一定想不到这个视频 竟然是这样结尾的 这个防晒还是很彻头彻尾的 然后背呢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镂空 上面老款 就是还带这个头顶 这个包裹性会更加好一点 还可以防晒防头发 感觉这一身和这一顶 奶油白的比较配 哇夏天 防晒帽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需要了 今天这个视频拍得好开心啊 就是整个春夏 都是感觉很蓬勃的 我最近的确也是肉眼可见 史诗级别的瘦了 我现在晚上吃饱的状态 穿着衣服 大概也只有94斤 所以有可能我净体重 早上的话就是那种90出头92 因为我还没有断奶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断奶 想的是自然离辱 为什么时尚视频要这样的结尾呢 不不不我们应该是做潇洒的自己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留言告诉我你们最重藏哪个单品 今天单品真的就是很多都便宜兮兮的 然后就也特别的随便 但是呢就是很喜欢 穿着让人心情的非常好 对 还有我剪头发了 之前那个头发太长了 就一直都掉地上 看得很糟心 然后我产后 新长出来头发 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回归正位 就是和我的正常头发在一起了 就没有那么都竖在天上了 就会比较正常一点 小孩要回来了 没错 我带他出去玩 就这样 拜拜